都有的啊 都有的 嗯 plus呢 怎么说呢 到底什么时候开 那我们呢 是没有准确的时间的 但是我坚信的告诉大家 plus一定会回来 那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坚信呢 而不是说我们在这里 就是凭我们的自己想象 他说他回来啊 我们是有根据的 有根据的 他一定会回来 因为现在进的人比较多 打的字我 我看不到你们的问题 然后瞬间就滑走了啊 那有的时候问题呢 我看不到 那等一下 大家进来差不多的时候 我们再互相的交流好吗 欢迎 欢迎大家 欢迎 欢迎 这字太快了 我都看不到问题了 欢迎你 欢迎 很多朋友我都不认识 今天呢 我只是想呢 和我的那种用户们 我只想 给大家就是说聊一下 因为现在疫情的原因嘛 大家也不能出去交流 那我就想嘛 哎 通过这样一个平台挺好的 大家在一起聚一下 那互相呢 我们就是说 也谈一下 然后为什么 我们要坚持下去 为什么要等plus 对不对 他到底能不能开往 这是很多人呢 是就是说呢 心里面的一个疑问 对不对 那为什么 那个很多人在维护群 是不是 还有很多人呢 说plus 不会回来了 对吧 那为什么他们 都有这种想法 那我呢 等一下给大家的呢 我们就一起探讨一下 好吗 那探讨一下 我们为什么坚信 他为什么一定会回来 是有原因的 无风不起浪 不是说随便说说的 好的 好 欢迎大家 欢迎欢迎 欢迎 很多人呢 会在说 你是不是为了 在这个直播间 这样吸粉啊 好 赚人气啊 其实我告诉大家 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去吸粉 对不对 也不需要赚人气 那我们的 相信我们身边的人啦 人都挺多的 我们也不需要 用这种方式去吸粉 也没有任何必要 那做这个直播呢 只是给大家说说 就是说带来一种 怎么说呢 信心吧 给大家一起提供一些信心 然后呢 然后在大家呢 在等plus的同时呢 给自己一份 那个希望吧 好 希望就在眼前 很快 欢迎 欢迎欢迎 欢迎大家 欢迎 欢迎 欢迎你们 好多朋友 我都不认识 我没想到今天会来这么多人 真的 这出乎我意料了 真的出乎我意料了 我今天呢 就是和大家先聊 也先聊 但是关于呢 就是说 plus到底什么时候开网 有确确的时间吗 这些问题的话 告诉大家 真的不好意思 这个时间点 我们是没有固定的 没有确定的时间点 但是呢 plus会开 那我可以肯定的说 百分之百会开 大家就耐心的等待 好吗 欢迎大家 欢迎 黄历史的事情呢 怎么说呢 黄历史他现在 是 对 还没有出来 对 但是呢 他和我们开网呢 是没有太大的关系 是的 好的 欢迎大家 欢迎 那我们再进来一些朋友 以后呢 等一下我们再一起聊一下 这个事 谢谢 欢迎你们 欢迎 好 这次祝福我们直播间的女生们 节日快乐 男生们 也祝福你们幸福快乐 陈总 他暂时没有出来 但是我告诉大家 陈总现在非常好 陈总非常好 谢谢 谢谢大家 大家进来了以后呢 点一下关注 点一下关注 那因为我们呢 会近期呢 会不断间的给大家那个 就是说 播报一些消息啊 得到的新消息 和大家一起探导一下 到时候我直播的时候呢 那你 你那个 就会有那个预告啊 就是到你那边 你可以点进来看一下 他会通知你的啊 大家先点一下关注 谢谢 谢谢大家啊 其实呢 现在 九个月的时间 我也很理解大家的心情 像我们也是一样的 都是比较煎熬的 但是在煎熬的同时呢 我们也是抱着一份呢 希望在的 如果没有希望的话 那我们也不会说 在这里傻傻的等待 大家说是不是 九个月的时间 对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去做 就在等plus开 我不知道大家 刚二月 六月二十八号的时候 对不对 我们已经提现提不了了 我呢是二月二十六号的 六月二十六号的时候 晚上一点多的时候 我本来是 钱想提出来一笔 我想买车了的 说实话啊 但是这个钱呢 那个时候好像是小的 五万一下的金额 可以提得出来 五万以上的金额的话 有那个时候就已经提不出来了 二十七号 二十六号的晚上 一点都我提的 已经提不出来了的 对 是的 对大家的 大家的怎么说呢 心情都是能理解的 plus的用户 可以说是 基本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用户 咱们的钱都在平台里面的 对的 那我们是对平台的认可 是的 比较相信平台 信息呢 是怎么说呢 没有确确的信息 没有准确的信息 说plus到底什么时候开网 但是呢 只能给大家说一下呢 我们通过各方面查询的信息了 是plus开网的几率是百分之百会开的 不会辜负我们大家的等待 大家放心好了 我还记得当时官网的那一刻 二十八号吧 二十八号那个时候 可以说大家那个时候 是为了充原始谷 对吧 很多的人呢 把所有的 那个我们血汗钱 所有的钱可以说 全部都拿出来 然后为了充原始谷 这个时候 好像呢 对 这个时候大家的钱又都放在里面了 很着急 对吧 包括我们都是一样的 很多的钱也都在里面 都没有拿出来 是的 我希望呢 就是像 咱们呢 就是对plus的 这个忠实的粉丝嘛 咱们都是啊 平台还有国家 不会辜负我们这帮人的 一般真心的 对 大家可以放心 之前的呢 包括我们的 币荣游戏平台的啊 还有股权上市这一块 包括和巴黎特合作 还有呢 就是和国外的几个财团合作 财团进入我们plus平台 这个是事实 对的 是事实 我可以 就是 准确的告诉大家 这个是事实 都是真实的 只不过呢 就是之后发生了一些呢 意外的事情 是平台 还有我们大家都不希望 不所看 不希望我们所看到的而已 是的 会回来的 放心好了 一定会回来 好 欢迎大家啊 嗯 嗯 对的 对的 如果说这个平台 当时没有出意外的话 我们现在有可能 都是股东了 然后像 以前说的是一样的 大户以上级别的 是都有股份的 这是事实 对 现在呢 怎么说呢 哈 第一个呢 我们现在这里 怎么说呢 真的要感谢这些 为我们做后台 为我们做 就是说 提供我们消息的这些 就是用户们 小蜜蜂也好 包括那个 我们的小周老师也好 还有那个劳博士也好 真的挺感谢他们的 对不对 我们大家想一下呢 他们为什么要为我们做这件事情呢 对他们来说 没有一点好处 那然后他们查这些资料 包括小周老师一样的 每天分析后面的数据 他为什么要这样子的 就是证明一件事给我们 这个平台 他不是来圈钱的 对吧 上一期小周老师好像查到个 我们平台的币 我们该关完的时候 好像是300个亿左右吧 对吧 到400个亿不到 但现在呢 我们平台里面 现在有1400多亿个币 plus哈 不是不是 就是1400个币值 是这样子的了哈 那你想想看了哈 那如果说这个平台 我们这个平台 像所谓大家说的资金盘的话 你想想看 他在没有进一个人的情况下 他这些钱是哪里来的 说明咱们这个平台 他的技术还是非常的强大的 对不对 他用他所谓的一些技术 创造了他赚来的币 然后还在平台 与例子说哈 嗯 大家很多人不相信 说这个平台怎么可能还回来 都这么这么九个月了 现在对不对 那如果说大家都抱着一个 说这个是一个盘子的思维 去看他了啊 很多人会认为他是回不来了 但是如果说咱们用区块链的 一个角度去分析他的话 他没有理由不回来 第一点他呢具备着他的那个技术了哈 他的技术他现在来来说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牛逼的 第二来说他现在这么多的币都在平台 是只进不出的 如果说他这个平台要关网要走路 这个币他你想想看他又提不走 他为什么要去关这个网呢 对不对 那我们去相信这个家平台就是说啊 为什么去相信他他会回来 这是有一定的根据的 哦 现在就是说进的会员率是比较多的啊 然后就是说哦 谢谢大家哦 两千多人了 谢谢谢谢大家啊 今天呢 其实给大家说什么呢 就是说给大家带来一点信息吧 也没有说确确的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说确确的一些plus的什么 到底什么时候能开网哈 嗯 现在呢也就是有疫情的原因了哈 那我们就等咱们国家的数字货币上线 对 我们呢现在就是大力的支持国家的数字货币 嗯 他这个疫情 嗯 就是过后 有可能两会过后 有可能有消息 第一次上线了以后 有可能很快咱们plus就会有消息了 对 谢谢啊 谢谢啊 嗯 哦 今天真的出乎意料 没想到会有这么多的 哦 对对对 谢谢你们啊 谢谢 今天只是想给大家带来一点信息 告诉大家plus百分之百会开 有很多东西呢 是不能给大家说的 因为呢 这个也可以说是国家机密吧 对吧 我们也不能说 随随便便的去说 或者是说去发言啊 也不能去说 嗯 我们呢只能说 进来给大家一起聊一下心 给大家呢增加一点信心而已 告诉大家 我们现在都在等 没有做任何的事情 会的 会的 我想会的 呃 我在想啊 如果说平台 即他开了以后 即使不不发收益 我们也愿意 对吗 只要他能开 是不是啊 是的 是的 也可以的 嗯 哎 你好 你好 啊 嗯 什么水鲜花啊 你好 嗯 大家好 大家好 嗯 回来 对 一定会回来 一定会回来 我会 我们会近期呢 会不断的去播出一些 就是说呃 呃 plus的最近的一些消息 和家人一起探讨一下啊 呃 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大家 我也知道 大家等待的心情是比较难熬的 像我们也一样 很多人现在呢 就像我 呃 我身边的这些也都是一样 包括我们自己也是一样的 所有的钱 基本上可以说都在plus里面 对吗 但是现在呢 9个月 然后没有去 可以说没有去赚钱吧 哈 也开资的花销也都差不多了 但是我们现在 我我我们是这样子做的啊 能忍则忍 能忍则忍 但是嗯 我也建议大家是怎么说呢 因为因为每个人的看法和想法不一样 嗯 因为各方面的生活啊 对不对 嗯 那个我们的条件也是不一样的 经济条件也是不一样的 如果说忍不了的情况下 大家也可以选择自己现在能做的一些事情 赚点生活费 那我们一边赚钱呢 一边等 那我呢 现在呢 我也是这样子的了 我也想找点事做做 其实挺感谢我们这个什么 有播这个平台的哈 通过这个平台呢 我们可以 对不对 通过这个直播间和大家互相的互动 对 以心交心的在这里聊聊天 我感觉挺好的 那未来呢 我想有可能会通过这个平台 我也想赚点生活费 也是有可能的 对的 对的 只是说呢 怎么说呢 我不愿意再去接触 怎么说呢 任何的外界的这些事情 原因是有的 第一呢 我们相信plus百分之一百 甚至一万的会开 我没有必要再去做任何的事情 现在所有的平台 我们也做了一下对比 对不对 也没有值得我们再去大展身手的一个 就是给我们一个这样的好的平台 做了plus了以后 怎么说呢 也就是可以想想 就是你是上市公司的老板 对不对 我们比喻来说 那突然间让你去做地摊 摆地摊 那实在的没办法的情况下 那我们也会去选择 经过了这几个月的 这几个月的时间 真的 我们经历了这么多 也变得成熟了很多 也学到了很多的东西 同时呢 格局也变了很大 但我们一直在希望 在等待plus到来 希望它早点到来 也真会 会开网 真的会开网 对 那我在这里呢 为什么 为什么给大家有这么肯定呢 因为我们呢 消息不是说从一个地方得到的 包括我们的小赵老师啊 还有我们的老博士啊 还有小蜜蜂啊 对不对 提供我们的资料 那我们还有 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消息啊 嗯 还有包括我们查找的 比如说报道上面的 新闻上面的 我们整合在一起 咱们plus一定会回来 对 有些事情我们是不能说的 对不对 但是我只想给大家呢 带来一份信心 就是说大家一定要坚持 一定要坚信 plus一定会回来 嗯 节日快乐 女生节快乐 嗯 祝福大家啊 这 对他现在字很快 然后我也看不到大家在回答的问题 收益 收益嘛 这个是怎么说的 收益呢 我们大家 我现在看什么我都看不到了 说哪里去了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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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很多人在问这个问题哈 到第四核 嗯 就是说咱们plus到底有没有合作哈 我想大家呢 趁着这段时间呢 为什么我们应该好好地去学习一下 咱们Tuberland的这些知识 多看看新闻 然后呢 多去关注一下群 所有的这些啊 你想知道的答案 其实已经都在群里面了 每个老师啊 他们现在啊 都会说出他们的想法 而且这些想法 不是空 凭空捏造 是有事实根据的 你要仔细的去凭 对 仔细的去了解它 啊 所以这么多人 现在为什么你看哈 咱们所有的平台 所有做plus的用户 为什么现在还愿意去等待 因为我们大家都有一颗制成的心 都会相信 plus它肯定会回来 那我相信呢 是一个什么哈 相信的力量 你相信有的东西 它就会有 你如果相信它没有了 那我们的共识度没有了的话 那它有可能就没有了 就像比特币和以太坊是一样的道理 如果说大家都没有这个共识度了 它也不会这么值钱 对吗 就是这个道理哈 嗯 今天呢 说真的就是和大家闲聊 是的 和大家闲聊一下 就是说说大家心里面的想 嗯 我可以说哈 不是说你们想知道的 我都能回答 最起码我能给大家带来一份信心 让大家呢 相信plus它一定会回来 好吧 嗯 嗯 字太快了哈 很多话过去太快 你们的问题 声音太小了 对吗 声音小 嗯 可以了吗 这个呢 我也是刚开始来播哈 然后它这所有的这些东西 我用还是用不上手的 还是不怎么会弄的 然后有的时候有可能 嗯 声音有点小 现在可以了吗 不用感谢 真的 我很希望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因为大家我知道大家的不容易 就像我们现在一样的 懂得特别的 等待的特辛苦 好的 好的 谢谢 可以了啊 好的 嗯 对对对 坚信 坚信就会有 如果说我们连信心都没有的话 那你想想看 plus平台 包括项目方 谁就给他支持 给他力量呢 也是一样的哈 嗯 对 大家现在很多人都是套了信用卡 对吗 卡都刷爆了 也带了款 很难 大家都很难 那我今天给大家说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plus一定会回来 但是到底什么是回来 不是我们任何人说了算 是国家说了算 对吗 那我们耐心的等待 一边等待的同时 然后呢 一边呢 我们再去找一下 然后呢 现在解决我们当下生活问题的一些事做着 您可以去上班 也可以说找你力所能及的啊 可以就是 呃 这些事情去做着 我们先赚你生活费吧 不管怎样生活还是要继续 是不是 嗯 对 嗯 好的 谢谢大家 嗯 哈哈 不辛苦 不辛苦 真的是应该的 嗯 真的 没有这个平台之前 我们很想给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但是呢 没有什么样好的一个 就是沟通的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台嘛 啊 通过这个平台真的能和大家 你最起码的是交心啊 我们交心 也是呢 就是互相的认识一下吧 对吧 把我的这些信心 还有我的能量 最起码我正能量传授给大家 让大家呢 多于非 呃 就是说坚持的心 好吗 嗯 嗯 啊 这个太快了 我都看不到就没了 卡了对吗 可以了吗 嗯 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你们啊 嗯 坚信 坚信 plus 一定会回来 对 嗯 我今天告诉大家 还有一个好消息 怎么说呢 我也是比较高兴的 让我更坚信了 这个我们的平台会回来 好 plus 一定会回来 然后呢 国家是不 呃 就是说不支持 我们呢 在群里面 说这些乱七八糟的话 关于plus和discent的事情 好 那然后给我们肯定了一个什么呢 让我们在疫情的时候 少添乱 啊 然后做好自己的保护的一个措施 啊 而这是国家呢 对我们的一个忠告 所以说我想呢 我们所有的用户们 包括那个 啊 就是大家呢 一定也会做到这些 是不是 那我们现在就是做好我们公民该做的事情 现在也是疫情期间嘛 大家呢 就是少出门 也就是为国家做奉献了嘛 对不对 在家里 要趁这个时间 多陪陪孩子 多陪陪老人 嗯 应该吧 应该到四月份左右 这个疫情期就会过去了 对吧 那到时候呢 我们大家都可以出来聚聚了 在这段期间呢 希望大家还是尽量的少走动 在家里呢 就是说 嗯 都休息休息吧 在这时候 然后呢 都陪陪老人孩子 嗯 然后呢 尽量呢 把就是说 呃 注意一下自己和老人的一些健康问题啊 注意安全还是最重要的 对 大家现在全部都在家里 对 我就说 这个平台挺好的 通过这个平台呢 我们和大家这样聊一下 要不然都没办法出去 没声音了吗 现在好了吗 现在可以了吗 现在可以了吗 哦 有了有了 好的 好的 有了啊 好的好的好的 黄律师 黄律师 现在对 大家都很关心黄律师 嗯 说真的啊 应该是黄律师也好 包括陈总也好 我们的感情都是挺深的 包括咱们所有的用户 对就是咱们的陈总啊 还有黄律师都是比较关心的 我们都希望他们早点出来 早点出来 但是呢 我只能给大家说一下 黄律师和陈总 嗯 他们都非常好 哦 他们都非常好 呃 具体什么时候出来了 嗯 但现在还是不知道的 因为我们现在呢 就关心他呢 我们都是应该的啊 但是呃 如果说开网和陈总和黄律师出来 呃 我告诉大家是没有多大的关系的 哈 是没关系的 即使他们现在不会出来 那我们plaza还是会回来的 对 好的 欢迎大家 欢迎 嗯 对 很受罪 很受罪 嗯 陈总为了我们背负了太多的东西 真的很感恩他 嗯 他是一个比较负责任的一个人 嗯 比较负责任 那我们当时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在上海的时候 上海的时候 那个时候 陈总是第一次过来给我们讲解plus 那我们感觉这个人 他就是比较一个 嗯 真实 给我们的感觉就是真实 值得我们信任的一个人 对 我们要感谢他 是的 是个好人 是个好人 对的 陈总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是的 嗯 没事的 关心陈总的所有用户们 我就告诉大家 陈总非常好 现在啊 非常好 嗯 是的呀 是的 嗯 嗯 嗯 所以说呢 我们现在呢 怎么说呢 哈 嗯 不要去抱怨 抱怨起不到一点任何的好处 嗯 我还记得当时咱们刚官网的那个时候 呃 一个月的时间 我25天没有睡觉 25天 我那个时候呢 我就是 给大家一起 就是说打电话 接电话 从早上接到晚上四点钟 一直在接电话 一直在解决问题 对吧 当出了这个事情的时候 真的 大家都心里都不舒服 抱怨也有 对吧 安慰的也有 心里着急的也有 但这个时候呢 我们越是这个时候 又不能乱挣脚 真的是这样子的 那然后呢 嗯 很多人会在那里咒骂 对吗 那我就说 如果说您的咒骂 您的抱怨 能让PALAS 马上开网的话 让咱们的 B都提出来的话 那没关系 我接受你的咒骂 你骂好了 只要你心里能舒服一点 我当时我给他们说话的时候 我就是尽量的去安慰 这样子 但是经过这一段时间下来的话 大家的忍耐性 可以说和包容性 我们都能去 可以说得到了一个什么 大家的一个认可 是吧 对 我们因为那今天呢 就和大家聊聊 咱们呢 在里面最好是不要就是抱怨 或者是说什么脏话 所有的人呢 因为每个人他做的事情呢 不能让得到每个人的满意 对不对 有些人呢 他有可能说错了一句话 我们听着不舒服 或者是怎么样的 对不对 那我们尽量去包容好了 嗯 只要我们的心是一样的 都坚持 希望PLUS都是回来的 嗯 再说了 我们任何一个人 包括上面的 有些老师 他们也好 钱也不是被他们拿去了的 对不对 抱怨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 他们也是想好的 只不过有的时候 有可能 就是解决问题上呢 就是说没有得到 我们大家的满意 是不是 对对对 嗯 嗯 嗯 打字太快 打字这些太快了啊 我根本我看不到你们在说吗 声音好杂 现在可以吗 现在声音还杂吗 听得到吗 听到了吗 对对对 我相信呢 咱们每一个人 只要是PLUS的应户 咱们都是正能量的 大家总有 总会 对 总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那就是什么 盼望着 期待着 咱们PLUS早日能回来 对吗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呢 最好是不要去抱怨 因为抱怨呢 我们只能说给自己增加气氛 让自己去生气 而对于说真的啊 对于这些让我们不满意的人 他无所谓的了 那我们为什么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我们自己呢 对不对 所以说我 我始终就是给我的用户 会 我的用户 我是这样说的啊 嗯 不管PLUS它将来如何 在与不在 那我们的生活还是要继续的 对吗 对吧 那我们就等于从零开始好了 那如果说你每天抱怨着 期待着 这样子的话 那你对你自己来说压力非常大 当你压力大的时候 你做任何事情 你都不会去上心 当你不上心的时候 好 那你做任何事情都不成功 对不对 这样可以吗 能听得到吗 能听到了吗 声音还有点小是吧 可以了吗 可以了 可以了 大家回复一下 回复一下 我不知道 因为这套那个设备了 我也是刚买来的 我还不会用 今天也是第一次用上 欢迎大家 欢迎 对我会不见 对我会就是说 只要是有新的好消息的话 我就会通过直播的这个方式 和大家一起沟通 和大家一起交流 也希望大家耐心的去等待 那如果说大家实在等待不了的 也没关系 那我们就一点 一边想想方法 赚点生活费也好 对不对 养家骨口也好 一边等待着咱们plus开网 有很多人会问 那到底什么时候会开网 是的 这个到底什么时候想开网 我也想知道 我也想知道 但是呢 没有人会告诉我们 因为这可以说是机密的事情 对吗 机密它不可能让我们老百姓 每个人都知道的 但是我们只是说 坚信 有消息告诉我们 plus百分之百会开 对 对 我希望是四月份必开 很多人在那里说 三月份 这个就是疫情在 如果疫情不在的话 三月份是有好消息的 确实是的 三月份是有好消息的 也通过疫情这个事情呢 耽误了一些 但是我相信国家 它不可能 因为疫情这个事情呢 耽误我们DCEP上线 对 它的进展还是要加快的 还是要加快的 毕竟这是关系 咱们国家的一个金融方面的事情 是的 它肯定 DCEP上线了以后 对 那我们就等待好消息就好了 希望大家呢 就是最近我们 都关注新闻 都关注新闻 那我们每天呢 包括郑总 每天呢 我们就是说 第一件事情 就是打开资料 去寻找 每天去看一下 那个DPEP相关 相关 就是说咱们DCEP的一个事情 什么时候上线 到底什么时候立法 对吧 有没有立法了 对 DCEP上线呢 其实它有个过程的 没有我们想象的 没有我们想象的这么简单 因为呢 它是国家 我们国家的数数货币 它一旦推广出来 区块链嘛 大家都知道 它是没办法篡改的 而且它不是说 在咱们中国 它是在全球 要去推广的 对不对 那它肯定要做到万无一失 不可能随随便便 它就是推出来 它要能做 一点漏洞都没有的情况下 它才能推出来 首先有可能 它要先立法吧 对吧 那通过新闻呢 让大家 让大家就是说 都知道这个事 对吧 然后再一起推出来 是这样子的 对吧 大家耐心等待吧 我们就多关注DC DC上来以后呢 那我们plus 有可能好消息就临近了 具体什么时候开网 有可能 对 三月底 有可能三月底 有可能四月份 对吧 五月份也有可能 对吧 但是六月份 我们也不排斥 也有可能 对吧 因为我们现在不知道 开网时间嘛 希望大家呢 在这段时间里嘛 耐心的去等待一点 因为我们等待了 也这么久了 那我希望如果开网了 我们所有的等待 都是值得的 对吗 都是值得的 然后你想想看啊 如果plus开网的话 是我们这几辈子 用吃完不尽的一个财富啊 像这么大一笔的财富的话 我就是说 让我等两年 我也愿意 对吗 是的 是的 欢迎大家啊 欢迎大家 其实今天就是想和大家呢 一起 有小蜜蜂的消息吧 他好吗 小蜜蜂 他经常呢 现在在群里面 也挺在 就是说 在互动 都在互动的 挺好的 对 大家都挺好的 对 大家呢 如果说有哪里 心情不舒服的地方 也没关系 您可以在群里面呢 发泄一下 你可以在我这个平台 发泄一下 因为我是比较理解 能理解大家 现在的心情的 很理解 因为每个人都一样的 当因为钱的事情 让你就是说 家里有很多人 在闹矛盾啊 有讨债的上来要债啊 对不对了 是的 确实的是 比较闹心的一件事 但是很多时候呢 你又没有地方去发泄 对吗 是没有地方发泄的 说给谁听呢 对吧 但是呢 在这里呢 你可以去把你的 把你的就是心里面的苦啊 你诉说起来 我都能理解 对 我希望你们说出来 因为我也是一样的 当我有苦的时候 你想想看 总想去找一个人去诉说 而且这个时候 找不到人诉说的时候 心里面是比较憋屈的 对吧 嗯 好 欢迎大家 欢迎你们 进来的朋友们 你们点一下 那个关注这里点一下 我到时候会 如期的咯 我会告诉大家 我们下一次的直播时间 是什么时候 大家会进来关注一下 关注一下 那咱们以后呢 也可以共同探讨一下 咱们未来也可以规换一下 对不对 Plus开呢 它也就是这几个月的事情吧 百分之百会开 百分之百 我今天得到了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消息 更坚信了我们Plus开的一个信息 对 所以说我今天呢 直播的时候 虽然是第一次 我还是比较激动的 有紧张 有激动 真的 声音太小了 是吗 现在可以了吗 什么消息 就是确定Plus百分之百 能开网的消息 国家呢 因为现在说 我们疫情在 对吧 然后让我们少给国家添麻烦 静等开网就好 静等开网 谢谢 谢谢你啊 谢谢你 我们大家都很棒 真的大家都很棒 我没有想到 我真的没有想到 我们会有这么多的朋友来支持我 还有这么多 这么多的一个咱们Plus的一个共识者 真的 太感谢你们了 对 我希望我们的等待都是值得的 都是值得的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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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好 大家都很棒 真的 我感觉呢 经过这次事情以后了 我们真的都成长了很多 是吗 真的都成长了很多 然后进入这件事情呢 也看清了很多 嗯 嗯 就是 怎么说呢 经历了事情以后呢 我们就是怎么说呢 会成长很多 对 在我们的成长路上呢 我相信肯定要受到 就是说呢 一些挫折的 不可能都是一帆风顺的 你像咱们Plus 那个时候拿收益的时候 大家想想是不是很开心啊 对不对 每一天早上一起来就进账 是吧 对吧 多开心啊 感觉这个钱来的太容易了 对 反而呢 就是太容易的事情呢 就是说 怎么说呢 然后呢 让我们就是感觉幸福来的态度来了 总会有一点挫折给我们的 而且这个挫折来了 我希望大家呢 也会是怎么样 也要有一个好的心态 一个正能量的心态 去面对它 我们去等待 就像我说 我们谈男女朋友一样的 如果说我不看好他 我们也不会 也就结束了 对不对 那如果我真的看好他 我才会去给他交往 我才会去等待 我才会期待以后 对不对 那就像Plus一样的 我们都很看好他 都很看好他 我愿意等待 因为我感觉 我等待的是值得的 它是我值得等待的一件事 或者是一个人 是吧 是的 咱们呢 在这里们呢 我们不说什么 级别 我们都是用户 咱们大家都是用户 希望呢 就是给大家传递一点正能量 让我们大家呢 都耐心的等待一下 等待是 等待是比较煎熬的 是很煎熬的 但是呢 我们除了等待 还只能有等待 大家呢 也可以去 也可以去 做其他的赚点生活费 一边做一边等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因为我们 现在还不知道 真正开往的时间 没有时间 声音太大了 现在可以吗 那有的说小 有的说大 那只能你们自己到时候看一下 你们自己的音量 你们先调节一下 好吧 自己先调一下 好的好的 行 大家好 大家好 声音又太小了 对 有的说大 有的说小 那你们先自己调一下 我现在我不知道 我现在调的 看看是刚好的 可以对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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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能接触 plus 咱们大家都是有福气的人 我相信 plus 开的那一天 咱们所有的plus 用户都是有福报的人 对 plus开了以后 咱们可以说 你的我们这一辈 甚至下一辈吧 你都是吃喝用不完的 对 享受不完的财富吧 对 建群就不用建群了 然后因为 你到时候你可以点下关注 点下关注呢 我会近期呢 定期去给大家在这里聊聊天 会聊聊天 那然后大家说说自己的想法 还有自己呢 就是说近期的想法 还有对plus的一些认知 咱们都可以互相探讨一下 好吧 小蜜蜂全是官方吗 其实我感觉这些都不重要 小蜜蜂到底是不是官方 对吗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但是我们都要感谢他 你想想看啊 谁在这个风口浪尖上的时候 会出面帮我们去解说这些东西呢 会在这里围裙呢 对不对 维护我们呢 对不对 那这些人呢 我真的我挺感谢他们的 包括老博士啊 小蜜蜂啊 包括还有那个 那个那个叫什么 我一下想不起来了 那个给我们查技术的 我真的感谢他们 还有所有背后 为我们plus做贡献的这批人 我真的非常 小周老师 对的对的 小周老师 挺感谢他们的 你想想看啊 他们冒了这么大的风险 多少人在当地咒骂 他们还是就是说 依旧的发着这些新的信心给我们 对吗 他们为什么要发这些呢 就是因为他们是非常 都是很 一群非常正义的人 他相信 因为咱们去过列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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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技术咱们可以查到很多真实的东西 小周老师就是个技术高手 对吗 他通过技术啊 核心 他可以查到咱们的币还在 没有被转走 而且只是多了 没有少 是吧 这给我们呢 一个多大的一个信心啊 你说是吗 对 还有傅老师 有个有的人 我肯定都不能说到 不能说到 但是真的 我真的挺感谢他们这帮人的 还有呢 就是说咱们这帮达成共识的 这帮共识者们 我真的挺感谢大家的 今天呢 能来我的直播间 请我在这里给大家 也就是吹吹牛吧 也没有给大家带来 就是说多少珍贵的消息啊 也没有准确的消息 但是我相信 我坚信咱们Plus的